男孩啦啦隊女神李多慧先前加入樂天女孩 或封為最強外援 她在台灣工作期間也拍攝影片記錄生活 日前李多慧的頻道更新影片 比較了台灣和韓國的物價差異 期間她看到一台韓國品牌修旅車 售價大約是台幣190萬元 換算成韓元是7600萬左右 不過同款汽車在韓國的出廠價 平均只有4000萬韓元 而另一台台幣200萬的車子 在韓國的出廠價則是5000萬 讓她驚訝直呼好貴真的買不下去 接著她對比了台韓兩地的香蕉、牛奶、啤酒 價錢都差不多 交通工具方面 計程車公車的車費也沒有太大的差異 期間還意外達到了印著樂天女孩照片的公車 讓她驚喜直呼太巧了 在韓國的出廠期間 讓她驚喜好貴 在韓國的出廠期間